2PM组合的成员郁泽演近几年呢 以演员的身份在荧幕上非常的活跃 昨天下午在出席KBS的新戏的发布会上呢 人家说了我当演员就是看脸 用颜值认信 一直以来在2PM组合当中作为野兽派风格代表活跃在舞台上的郁泽演 当天身穿深色西装亮相 绅士气息十足 完全是一副深沉男演员的形象 在新戏当中 郁泽演扮演充满正义 却有郁郁不得志的男主人公 这听起来跟他平时硬朗活泼的形象似乎完全不打边啊 不过事实上人家可是相当拿手呢 要我们说郁泽演你就别得了便宜还卖拐了 再说忧郁小生也不是随时便便就能够演的 不过别的演员都对被说看脸吃饭十分避讳 但是郁泽演却说了能接那么多的戏 我靠的就是脸啊 长得倒霉也算优势啊 好吧 娱乐圈中就是个看脸的世界 娱乐新天地韩国采访他 视频组合的成员 郁泽演近几年呢 以演员的身份在荧幕上非常的活跃 昨天下午在出席KBS的新戏的发布会上呢 人家说了 我当演员就是看脸 用颜值 谢谢 一直以来在2PM组合当中 作为野兽派风格代表活跃在舞台上的郁泽演 当天身穿深色西装亮相 绅士气息十足 完全是一副深沉男演员的形象 在新戏当中 郁泽演扮演充满正义 却有郁郁不得志的男主人公 这听起来跟他平时硬朗活泼的形象 似乎完全不搭边啊 不过事实上人家可是相当拿手呢 要我们说 郁泽演 你就别得了便宜还卖拐啦 以偶像歌手身份出道 却多次被导演相中单纲主角 这机会可不是人人都有的 再说忧郁小生 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够演的 不过别的演员